到有风的地方不只是张嘴吃风 我们还要找有特色的美食 嘿嘿,欢迎回来星期一 今天,林可颖要带你走大理的市集 边走边看,有什么是和其他市集 是看不到和吃不到的 在泰国和东南亚的许多地方 吃昆虫是一种常见的饮食习惯 昆虫富含蛋白质 维生素和矿物质 且养殖成本低 因此被认为是一种可持续的食物来源 在泰国,炸昆虫如炸猛 竹虫和蟋蟀等是街头小吃的常见选择 相比之下,大理位于中国云南省 虽然也有一些地方会食用昆虫 但这种饮食习惯并不像泰国和东南亚那么普遍 大理的饮食文化更多地受到当地少数民族的影响 特色菜肴包括乳扇、烤乳猪和各种野菜 说到乳扇,它是一种传统的奶制品 主要产自中国云南省大理州的儿园县 它是由牛奶或羊奶加热后 加入酸水使其凝固 然后拉成薄片 缠绕在竹竿上晾竿而成 乳扇的形状向折扇 因此得名 乳扇可以生吃 油炸 煎烤 甚至可以凉拌 它不仅是当地人喜爱的美食 还常用于烹调各种菜肴 如袈裟乳扇 炸卷通乳扇等 你知道吗 很多人都说大理的烤乳扇不仅美味 还有许多健康益处 1.高蛋白质和脂肪 烤乳扇富含蛋白质和脂肪 有助于增强体力和提供能量 特别适合日常生活和运动后的恢复 2.丰富的钙 乳扇中的钙含量较高 有助于增强骨骼密度和硬度 预防骨质疏松 3.维生素 乳扇中的维生素有助于提高免疫力 增强身体的抵抗力 预防感冒和其他疾病 烤乳扇的制作方法也很简单 只需将乳扇放在火炭上 小火慢烤 可能我吃不惯 它的嚼劲真的有牙齿 也难撕开它 但喜欢奶味和玫瑰的你 应该会喜欢它 是不错的甜品之一 吃起来 遮掩 看你乳扇 突然会有鱼 保重 两 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